也不会成佛啊 永远都停在那边了 所以立他者至真之角日 就是说有的人他认为说 我自信就是佛了 我不用供养了 我不用念佛了 我不用布施了 那么自信无称 那么自信就有具足这些了 不用什么这些等等的事情 所以至真之角日 所以如果我们看普贤行愿品 普贤菩萨难道不知道说 这些都是空吗? 可是他还是照理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对不对 忏悔业障 所以我们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还要去他方世界供养佛 修这些佛啊 宝华经里面 迦瑟尊者 阿难尊者 都是禅宗的祖师啊 都是开悟了 他们也要再供养很多佛 才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叫做自真之角日 就是如果有人啊 自留在这个真空里面 就要这个万善同归己 能够对他有帮助的 二见之良一 二见就是空有啊 视理啊 着空着有的人 着视的人 着理的人 这个同相异相 那么这些等等啊 这些恶见呢 能够得到圆融 才不会偏空啊 偏有 偏事啊 偏理啊 才能够进入这个不恶法门呢 能够圆融 所以这能够立以他啦 再来说 顿行者 不为兴起之门 能成法界之行 见尽者免费方便之教 终归就尽之圣 那么我们立顿兼收 据收的话 顿行者呢 不为兴起之门 顿悟本性的人啊 他听到这个万善同归己 他能够不为于他的本性啊 而起种种的妙用 所以能够成法界之行 所以像普贤行愿说 一则礼敬诸佛 二则称赞如来 三则广修共养 一刀柱如虚弥山 一刀柳如大海水 然后虚空戒进 众生戒进 众生越进 众生烦恼进 我愿乃进 那么众生戒不能进啊 所以就成就这个无尽的法界之行 那么呢 他能够不为于兴起之门 就是说顿悟的人呢 不要执着在顿悟 而能够去做利益众生的 就是这个禁法界的这个普贤行 再来呢 见尽者免费方便之教 终归就近之圣 那么对于见尽的人呢 他不费这个方便之教 而能够悟得最后归于就近之圣 就是说见教的人不执着在见教 顿教的人不执着在顿教 都可以用 若信之者则禀佛言 若悔之者则邦佛义 如果能够相信这个万善同归集里面所说的道理 那么就是依禀佛的教法言语了 如果毁谤这里面所说的话 那么就是毁谤佛的意思 因为佛要叫我们这个福会两足嘛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成佛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有执着在顿悟 不做方便 不做这些种种的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去试一下 或者是向恶圣人执着在空 或者是向凡夫执着在有 或者是见教的人 执着在我的戒律 我的布施 我的忍辱 我的精进 我的修行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偏 所以说若悔之者则邦佛义 那么就悔谤佛的意思 信悔交报因果利然 信悔 就相信佛语跟毁谤佛语 那么交相得到不同的果报 相信的人就有好的果报 毁谤的人有不好的果报 因果利然 交报就是互相的 那么因果是很明显的 所以略述教海之一尘 普思法界之函事 那么永远寿大师说 我只是简略地叙述一下 这个佛陀教海的一个围成而已 意思说佛陀的教海是很广大的 我只是说那么一点点的围成 然后普思法界之函事 希望普遍来布施给十方法界 禁法界虚空界一切的寒事有情众生 寒事就是有情众生 希望能够把佛法能够布施给一切有情众生 愿宏正道 用报佛恩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弘扬佛法的正道 那么 永远寿大师说 我也是希望能够弘扬正道 来报佛恩 用这种方式来报答这个 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的恩德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问说 这个万三同归集有什么利益 那么对众生有什么根基 所以他主要说自他见利 顿见俱收 这是他的最后一个问答 最后这个颂约就是总结 总结这个万三同归集他说 菩提无发而发 佛道无求而求 妙用无形而行 真智无作而作 心悲勿其同体 行持深入无缘 那么先看这几句 他说菩提无发而发 意思是说我们这众生的菩提心本来具足 我们这个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这个如来呢 这个世人般若智慧 这个妙性的菩乐的智慧 世人本智有智 六祖坛经说 菩提菩乐智慧 世人本智有智 所以无发而发 菩提智慧本来就有 也没有发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 所以金刚经说 我与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 实无所得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 本来就有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 本来就有菩提 所以最后呢 这个菩提显发 实际上叫无发而发 但是发而无发 无发而发就是说 本性菩提智慧本来就具足 但是要修才能够发 虽然发了以后也没有发 无发而发 无法再发就对了 如果以佛法来说 这个智慧啊 这个法财本来就有了 就好像我们家里本来就有很多钱 然后呢 有一天被你找到说 我发财啊 本来也没发 本来就你的啊 本来就你的啊 哪有什么发了呢 比如说我们呢 我说形容说 比如说我们过年大扫除啊 我变来变去 突然间收到一万块 啊我收到一万块 那也是你自己找的啊 本来就你的啊 你敢有收到钱吗 没有收到钱吗 没有收到钱也有收到钱啊 有收到钱就是没有收到钱 没有收到钱也收到钱 也是很高兴的啊 啊收到钱也没收到钱啊 对不对 啊没收到钱也是在那儿啊 所以叫做无发而发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慧啊 本来就有啊 但是呢 要有这个修才去显现 显现才会发阿尿多二三秒三菩提 没有修不会发阿尿多二三秒三菩提 那么发以后无发而发 发而无发 佛道无求而求 啊 啊 这个呢我们说佛道无上誓愿成 啊 这里讲说四弘誓愿嘛 啊 众生无边誓愿度 对不对 啊 这个 烦恼无尽誓愿段 佛道无上誓愿成 那么佛道没有求而求啊 佛道本来就具足啦 啊 我们众生本来就具足 但是啊 因为呢 妄想执着啊 啊 所以无求而求 啊 没有求啊 啊 然后而求 啊 妙用无行而行 啊 我们呢 妙用啊 虽然行啊 而无行 啊 所以就是无行而行 什么叫无行而行 比如说布施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啊 所以我们行的时候要无行啊 布施的时候要无所住 所以礼佛的时候也无所住 布施也无所住 实戒也无所住 啊 因无所住 啊 那么行于布施 啊 因无所住 行于忍入 所以无行而行 就是 无住啦 无所住 而行于布施 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礼佛也无所住 修行也无所住 念佛也无所住 布施也无所住 然后以无所住的心 来去行 叫做无行而行 就是说 因为不能有我像啊 不能说 哦 我很厉害 我拜很多 我很法心的 我讲现多少 这样就有所住了啦 啊 我们要无所住 无所住就是说 我们怎么做 啊 都无所住了 啊 现在做了天大的功德 也无所住了 就算今天成佛了 啊 也没有什么 有所住的地方啊 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啊 所以从现在开始 就没有我像 没有我像去做啊 啊 就没有我在做啊 对不对啊 才不会 到后来说 偷公益啊 哦 不知我拜这么多 啊 不知我念这么多 不知我来怎么怎么 啊 我们家人来都不顺利 对吗 菩萨都不保庇 啊这个就有住啦 啊 对不对 无住就是 呃 无行而行 无所住啊 对不对啊 所以我现在开始做 什么都没做 这样才对 啊 不然的话就会像 这个 任言经里面说 突然间啊 起大我慢 就变五十阴摩了 啊 所以我现在开始 绝对都没收 不可以有收 啊 啊 就是说 我们从现在开始修 不管怎么修 都是没收啦 不能有修 有修有一天啊 你就会变多佛啊 你会变人破窃啊 啊 如今也会啊 也会变多佛啊 啊 那么所以 就是因为有所住啊 才会变成那样啊 对不对 啊不然也会变无上书啊 啊不然就是一直书啊 对吗 如果无上书一直书 那么呢 啊就是要有无助啊 啊不然做什么都没有了 做什么都没有公德 做什么都没有执着 没有取向 所以妙用无形而行 我们布施啊 利益众生啊 啊 所以我们去跟人家念佛啊 也是一样 助念也是这样 啊 所以我经常说 不要当作标火啊 对吧 标火的同样啊 你翁心我都有来念 我翁心你都没来念 对不对 对不对 的计较啊 要无形而行 无所住啊 去行啊 好 那么剩下还有一些 我们大概下礼拜就可以讲完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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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打开这个284页 最后这个永元寿大师做一个颂 说这个万善同归吉他的教理是属于原教 那么原教圆满俱足原顿教 那么就是说众生本来有这个佛信 然后以信德去修这个修德 那么最后这个颂曰他说菩提无发而发 佛道无求而求 妙用无形而行 真智无作而作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发而发 无发就是说 我虽然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像金刚经说 实无所得 我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实无所得 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菩提心本来具足 现在虽然发现 发入这个菩提心 但是无发而发 我们这个菩提自信本质具足 那么本质具足 虽然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可是我们要无所得的心态 就是说我们菩提自信本来具足 那么再来说佛道无求而求 佛道众生的佛道本来具足 那么无所求而求 然后求而无所求 就是说我们在修佛道的时候 做种种的修行 在求的当下而无求 虽然佛性本来具足 但是无所求 但是也要去修才能够显现 就像这个大波念环境说 这个佛性众生本来具足 但是要有方便 才能够显露 那么虽然显露 还是本来的佛性 所以无求而求 有这种观念 妙用无行而行 真治无做而做 那么妙用是无所行 没有造作的 无行而行 就是说当我们在布施 或者是慈戒等等的妙用当下 无所住 要用这种无所住的心态 无行 比如说我们修 就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说 修无修修 那么行无行行 就是说当我们修的时候 没有认为我在修 在我在行的时候 没有我向人 有所住的这种想法去做 所以说妙用无行而行 所以说修无修修 行无行行 就是说无行而行 虽然本性具足 但是还是要去修一切善法 所以那么 以无我向无人向 无众生向 无受者向 修一切善法 所以虽然修 但是还是没有我向 所以叫无行而行 真智无作而作 真智 这个补体智慧 般若 这个世人的这个 般若智慧 本来就有具足了 无作 无作就是说 智慧不用去修 不用去做 那么般若智慧本来就有了 但是因为有无明的关系 有烦恼 有贪嗔痴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去消这些烦恼业障 愿消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那么智慧虽然具足 但是也要消这个三藏 所以叫做无作而作 如果烦恼不消 业障不消 这个苦不消 那么我们真智也不能够显露 那么无明 烦恼不去的话 那么真智不能显露 所以真智是无作而作 方便说 愿消三藏 诸烦恼 那如果是在真智来说 烦恼本来就是性空的 烦恼本来就是空极的 没有烦恼可断 没有智慧可得 但是无作而作 做而无作 再来说 心悲勿其同体行慈 深入无缘 那么这个讲慈悲 当我们兴起悲心的时候 要把一切众生苦的时候 要体悟说 我们跟众生是同体的 所以这句话叫做 同体的大悲 当我们起大悲心 就是以同体的大悲心 来去行这个慈悲 那么什么叫同体呢? 就是我们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跟一切的众生都是同体的 我们说这个菩萨界里面说 一切地水是我先生 一切火风是我本体 那么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 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都是我的先生 先生就是过去的身体 比如说地水火风做过我的头 做过我的脚 做过我的手 今天地水火风曾经做过我的头 我的手 我的脚的地水火风 今天变成你的头 你的手 你的脚 所以你的头 你的手 你的脚 就是我的头 我的手 我的脚 同体的 所以说一切地水火风 就是我们过去 曾经当过我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你的头发 可能曾经做过我的眉毛 你的下巴 可能做过我的膝盖 那么都是同体的 所以打在众生的身上 就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用同体的慈悲 来面对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 如果从四项上来说 你的眼睛可能就是我以前的眼睛 你的手就是我以前的手 所以这个从四项上来说 那从理体上来说 我们心佛众生都是同体的 没有在分我向人向众生向 在体向上面 大家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说共入 譬如性海 大家的这个亲近法身都是平等 都是一样 那么缘起里面 可能做过一切众生做过我们的父母 一切众生就是我过去的身体 所以说 心碑物其同体 用这种同体大碑 来去拔众生苦 行持深入无缘 这个叫做无缘大持 无缘就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条件 没有差别的 没有高下的 像金刚经说 事法平等无有高下 以平等心 没有分别 所以当我们在行持的时候 没有分说 这个是亲 这个是书 这个是恩 这个是怨 众生都是一样 没有再分说 这个跟我有仇 这个跟我没仇 这个对我有恩 这个对我没有恩 这个是我父母 我要慈悲 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不要帮助他 那么菩萨没有再分 所以菩萨对于一切众生 如同一子 对于每一个众生 就算是下二道的众生 这个要下第二个畜生的众生 在地藏菩萨来看 都是同体的 都是如同一个独子一样 一子就是独子 就像经典里面说 菩萨摩赫萨 如果向正出地以后 是一切众生 犹如一子 就是说 对任何一个众生 就如同他的独子一样 一子就是独子 那么这个出地的菩萨 住于这个一子之地 能够对一切众生 当作他唯一的儿子 所以他生病的时候 他很关心 他痛苦的时候 他很照顾 那么他要生死轮回的时候 那么这个菩萨就是挂念 那么菩萨叫做无缘 没有再分了 不会说 这个人过去对我不好 喜贺 那么这个人对我比较好 我对他好一点 这个人这样条件 那样条件 那么不会像世间人 这样子分别 菩萨没有分别 没有分什么种族 国家 血统 党派 这个等等的 没有这些分别 所以叫做无缘 无缘就是无差别 平等无差别 所以菩萨的行使是没有差别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学万善同归极 当我们行慈悲的时候 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做 再来说 无所舍而行谈 无所持而拒戒 修尽了无所起 习忍达无所伤 剥热物净无生 禅定知心无助 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六度菩萨蜜 所以第一个叫做 无所舍而行谈 谈就是不思 谈我这个菩萨蜜 谈菩萨蜜 那么无所舍而行谈 就是说 当我在行布施的时候 没有布施的东西 叫做无所舍 那么不会说 我布施了一千块 我布施了一万块 我帮助了这个人什么事情 想当初我对他做什么事情 那么菩萨他在做的时候是无所舍 不会记得说 我当时做了什么事情 我布施了什么事情 我对这个众生帮助了什么事情 意思就是说 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就像金刚经说 无所助行于布施 不会记得说 我当时付出了多少 我做了多少 这样子 所以叫做无所舍而行谈 就当他行布施的时候 没有我相 没有这个布施的众生 我们三人体空 没有能布施的人 所布施的众生 也没有所布施这些的东西 所以叫做无所舍而行谈 没有能舍所舍的人 无所持而聚戒 就是说 当我聚足这些戒法的时候 我心中没有持戒的相 没有持戒相 当然就不会有犯戒相 就说 我是持戒的 你是不持戒的 我是如法的 那别人是不如法的 那么他用无所持的 这种心态来具足戒律 具足戒律 对菩萨来说 本来就要具足戒律的 我具足戒律 不是来分别说 我有持戒 别人没持戒 我亲近他不亲近 我圆满他不圆满 所以叫无所持而聚戒 所以如果依这个 祖师大德的意思就是说 真正一个持戒的人 应该是让人家觉得是很温柔 很圆满 没有让人家挂爱 没有让人家烦恼 没有让人家感觉到说 不舒服不愉快 不会说因为你的持戒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的持戒让我觉得很不愉快 你持戒让我很心惊胆跳 好像在你面前 就会丢脸或者是怎样 所以这个叫做无所持而具戒 不会让人家众生有这种压力感觉 不会说我是菩萨戒 你是什么戒 不会这样子想 所以再来说 修尽了无所持 这个讲精进波罗蜜 刚刚先讲布施持戒 这个讲精进 精进了无所持 没有说我多精进 我做了多少 我拜了多少佛 送了多少经 你念多少佛 没有这样子想的 菩萨精进的时候 只有他自己知道 没有说菩萨精进 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说你在精进 那么菩萨它是这种心态 所以精进的时候没有所持 不会说我在精进的时候 哎呦不知道我给他看到吗 人家有看到我就精进了 我给你精进 你有看到吗 我给你拜婚呢 所以比如说我在精进我在拜佛的时候 那么也要了无所持 比如说假如说假设 比如说我们在打佛妻的时候 或者在八观再戒的时候 我很用功 我三点就起来拜佛 然后起床的时候就病病病 这样子好像怕人家不知道我起床 因为我太早起来 不然会有人知道 不然就点点去拜佛没人知道 所以精进了无所持 就是说你要起来精进 你不要病病病病 让全部的人都知道 所以某某人要去拜佛 某某人要起来用功 或者是闹钟 就开始两点就行 这样子 所以精进了无所持 这个我们众生 有我像就是这样子 有的人说我两点就要起来 他们不会想说 你两点起来那是你家的事 可是我们正常的人 没那么早起来 那你两点起来自己起来就好了 何必要弄闹钟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者是 这个叫做修尽了无所起 再来说 习忍达无所伤 这讲忍入波罗蜜 当我们在忍入的时候 就是没有所伤 没有觉得说我已经很忍耐了 我已经受伤了 我已经在忍入了 我在忍入就是说 因为别人伤害我 所以我要忍耐 那么这里说 习忍就是说 没有能够伤害的人 那么也没有忍耐的我 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我像 就像金刚经说 歌力王割结身体的时候 没有我像 他没有说 歌力王你这样子很糟糕 你业障很重 你会下地狱 我是菩萨 你知道吗 他没有这样讲 他没有说 跟歌力王这样讲 那么就是说 歌力王就把他肉都割完了 他也没有一念的诚恨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受伤 我们会觉得说 我很疼你知道吗 那就是我在忍 就是习忍达无所伤 就是菩萨行忍入波罗蜜的时候 没有觉得说我在修忍辱 再来菩萨物净五身 那么修菩萨菩萨蜜的时候 知道说一切法 禁戒不生不灭 对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也没有来去 也没有生灭 也没有增减 所有的禁戒都是虚幻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哪有什么来去增减的 所以我们行菩萨菩萨蜜的时候 菩萨要这样想 说一切境界当体就是无身 禅定知心无助 那么呢 这个当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 那么禅定专注 禅定就是说自心一处嘛 心一净性 那么自心一处啊就要专注 那么专注的时候呢 当我们修禅定的时候 知心无助 就是说我没有这个禅定的像 当他菩萨在修定的时候 没有我入定的像 我得定的像 我是禅定 然后众生是散乱 这个极啊 散啊没有分别 叫做知心无助 没有说 就像这个 永迦禅师说 雨末动静体安然 没有什么分动静啊 雨啊末啊来去啊 散乱专注的这些事情 没有这些啦 所以禅定知心无助 当然这个是菩萨 他们在修慈悲啊 然后修六度的时候 都没有这种分别的像 当然这个是说菩萨啦 那么永迷元寿大师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修万善同归的时候 也是要这样子修啦 我们虽然不是菩萨 但是我们知道菩萨这样修 那么我们也是随顺这样修 当我持悲的时候 当我布施乃至修禅定的时候 持戒的时候 不应当有这些种种的分别 再来说 见无声而具象 正无所而弹拳 然后建立水月道场 庄严信空世界 那么这个见无声而具象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见就是明了 照见 这个呢 什么叫无声啊 就是法声无相 这我们说法声啊 这个如来呢 不可以射见 不能以阴身求 所以如来呢 清净法声呢 是无声 那么不可以射见 不可以阴身求 但是呢 我们知道法声虽然无声啊 可是他有具足相 因为呢 金刚经说 如果我们说 佛不具足三十二相呢 这个人说诸法断灭相 佛法声虽然无形无相 但是随众身心啊 也好 或者是他本身呢 就有具足这些庄严相 所以我们说 我们照见法声 他是无声啊 无佛无众生 但是呢 可是法声他有具象啊 所以呢 这个法声虽然无相呢 但是呢 具象三十二 具有妙相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啊 所以呢 也可以说 我们这个清净法声 要在哪里见呢 清净法声不离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这个圆满报声 所以我们知道法声无相 而无不相 所以 具见无声而具象 正无说而谈全 哈 我们知道说真如啊 离语原相 离心原相 不可说 不可示 哈 那么不可思 不可意 哈 但是呢 有因缘啊 有方便啦 哈 有这些众声啊 那么 就有这种犬巧 叫做谈全 哈 就说法声虽然不可说 哈 离语原相 不可思 不可意 但是呢 于不可说当中而说 叫做 正无说而谈全啊 无说就是没办法说啦 哈 就像释迦牟尼佛 在不离书下刚成佛的时候说 啊我法妙男师耶 啊怎么说呢 啊众生也听不懂啊 干脆入虐盘好了吗 因为呢怎么说也不会啊 哈 那么后来啦 想一想说啊 诸佛啊 于一佛圣分别说三 所以呢 啊没办法 我们就先讲苦己灭道 四圣地 哈 那么呢 叫 然后呢 因为我要如果直接跟众生说 进入一真法界 啊 正得一实相应 或者是 呃正得这个 一佛圣的这个佛性的话 众生不能啊 所以呢 就分别说三 哈 所以这里说 正无说而谈全 虽然呢 啊不可说 但是呢 有方便就有言说 哈 所以而谈全 那么而谈啊 所以说法身虽然不可说啊 但是 是释迦牟尼佛啊 讲经四十九年啊 啊 说法三百余会啊 啊 那么有那么多啊 啊 那么多的法会 都在说法 所以无说而谈全啊 啊 意思就是说 佛啊 菩萨他知道说 法身呢 不可说 不可是 不可是 不可以 但是 有方便啊 就要说 说法 所以呢 建立水月道场 庄园信空世界 虽然呢 这些建立种种的道场 但是这个道场 就如同水中月 啊 水月就是水中的月 啊 水中的月呢 就是说我们说 千江有水千江月 哈 那么这个 这个菩萨清凉月 常有必经空 啊 众生心水静 菩提引现中 这个叫水月 水月道场 就是说 呃 佛菩萨如月 众生心如水 哈 那么水月道场 就是说我们这个月呢 随众生的心 而现出 这个水中月的这个道场 但是这个道场呢 就如同水中月 不实了 哈 所以水月道场 如果站在 这个菩萨呢 佛呢 就是犹如月印千江一样 哈 月亮印在千江当中啊 哈 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嘛 哈 那就是说 但另外一方面呢 哈 如果说水月的话 就是梦幻一样的 哈 没有实性的 哈 那么所以说建立水月道场 哈 哈 庄严性空世界哈 哈 那么庄严的这个佛的净土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佛啊 菩萨庄严的世界 他的体性是空极的哈 所以呢 就像《维摩截经》说 虽知诸佛国 调以众生空 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虽然啊 佛菩萨知道说 啊 这个诸佛国 诸佛的国土啊 还有众生啊 都是不可的 但是呢 佛啊 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要庄严净土 哈 所以说 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那么佛以净土来教化众生 所以要庄严佛土 哈 所以叫庄严性空的世界 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啊 七重杭树 七重罗网 这样的庄严 但是佛啊 知道说 这些庄严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佛本身啊 并不是在享受这些啦 啊 像有的人说 啊 极乐世界都黄金铺地啊 那七重杭树 这样子呢 啊 这样子呢 好像很俗 很俗气 哈 那么呢 其实佛啊 是为了要让众生 啊 喜乐啊 这种众生安居啊 所以庄严这样子的 性空世界 佛本身呢 知道这个西域空世界 都是如幻 哈 所以就庄严性空世界 那么因为要利益众生啊 哈 所以就庄严性空世界 哈 因为如果众生啊 如果没有这样子来救的话 啊 恐怕呢 众生没办法去得到利益 因为如果啊 直接跟他讲说 一真法界啊 法身无相啊 那么离一切相啊 众生没办法接受 也没办法忍可啊 那么因此呢 всеaval 吃的时候 謙无作法 typing 这种主义 提供 Me 主义 或者乱 嗯 就是说有快乐的世界庄严的净土 让众生起欢喜 然后念佛去佛的世界 然后到那边再悟得第一亿的西坛 所以我们说花开见佛悟无声 先到了极乐世界 然后花开见佛 就能够悟得第一亿的西坛 所以由世界西坛 然后进入第一亿西坛 所以就要有庄严这个星空世界 庄严净土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讲佛 所以我们知道说法身无相 但是有具足种种的妙相 那么虽然我法妙然是不可思 有方便有言说 然后这个虽然建立道场 但是如水中月 虽然庄严净土 但是它体性空极 佛都知道 再来说 罗列幻化共聚 共养影响如来 忏悔罪性本空 劝请法身常住 回向了无所得 水喜福等身如 赞叹比我虚弦 发愿能所平等 礼拜引现法会 我们先讲到这边 这边讲的就是十大愿亡 乃至补歇回向 就像刚才我们讲说 慈悲喜舍六度 这里讲的是十大愿亡 罗列幻化共聚 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这些都是幻化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广修共养 一一灯柱如虚弥山 一一灯游如大海水 天一浮云 天闪盖云 天花曼 种种的无量无边 叫做罗列幻化共聚 虽然知道这些都是幻化的 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 这不是都是有违法吗? 一切违法都是如梦万报义吗? 但是为了要表现我们的恭敬、感恩 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供养 来广修供养 所以搜罗种种的真妙、物品 所有一切通通要供养 所以就是广修供养 那么罗列就是说 罗就是收集 列就是排列 我们收集了 然后把这些摆出来 这些幻化的供具 我们供养也知道它是假的 佛又没有在吃这个水果 对不对? 你供养它这个养乐多 佛有吃养乐多吗? 对不对? 没有 但是我们供养这些香花、灯土果 就是为了要表示我们的恭敬 感恩佛 菩萨 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也知道它是幻化的 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 就要咱们 我们供养的 帮助